那個郭台銘在上個禮拜 清明姐的時候 就正式宣佈他要選總統 結果朱立倫說 三月都已經整合完成了 朱立倫在三月都已經整合完成了 然後呢 郭台銘四月清明姐說他選總統 你郭台銘你是去找找找的 或是你自己是找找的 這很奇怪嘛 就是說如果他可以選 就是說郭台銘如果他可以選 朱立倫說你可以選 那郭台銘才會準備嘛 郭台銘才會出來表達嘛 不然就是點點的說 好啦好啦不然我不要選 要不然你國民黨才會你自己選 我繼續做我的行李嘛 他又向來掛回來 拿著時間回來再開一個記家花 沖沖了之後 朱立倫說有啊 我們早就都笑好了 那對郭台銘來說 這老虎軍團 你把這老虎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現在比較爭取 而且跟我說韓粉嘛 同樣嘛 韓粉本來很甜的 韓國瑜就每天有什麼 不然靜悄悄呢 靜悄悄去送送一些 做慈善事業嘛 但是那個臉書會打開打開 大家說韓國的人 現在都在做他自己 開心的事情了 什麼張靖廷去跟武說 有啦你們民調 我會把你們放進去 就你把這些人都召喚出來了 之後朱立倫說 啊沒有啦 我們三月就都已經說好了 那這些事情 我跟你講啊 你不要去惹郭台銘都還好啦 郭台銘就說沒辦法做我的行李 結果到底是誰給了郭台銘勇氣 讓他出來 請這個記者會之後 說我要提名侯友宜 所以對郭台銘來講 不是不是把郭台銘拉進來 是把他拉進來之後 把他拔出去 就像剛剛講說願賭服輸嘛 我又開一個賭產 我哪個郭台銘你可以來拔 問題郭台銘去到門口 都問說我要進來賭的時候 結果這個門打開說 哇人家已經賭完了 而且你的錢都被轉走了 沒有還有他可不可以約進來就炸賭了 對所以我實在是看不懂朱立倫 放你進來然後炸賭 朱立倫到底是在演一出的 那當然對侯友宜來說 那現在就是態度越來越明顯 跟我都已經隨時可以擅長 我在牛捧熱身 也熱身很久了 但是侯友宜你還是沒進步啊 那天問你好好GBT的事情的時候 現在記者在問侯友宜 不是說一堂人堵就要不要說他堵 讓他聽不懂 不是耶 帝母都跟他講了 講一講之後他又有發展出來 他講的內容就是好好GDP的答案啊 人家在問你說好好GBT 他自己說一句話說 大家以後要注意喔 因為這個可能會有詐騙喔 這可能會影響選舉 因為你每天都說這些 為這些內容都沒有進步 侯友宜現在讓人最煩惱 國民黨最煩惱的說 他都沒有進步啊 所以連勝文才會他笑 連勝文說我都聽了一頭霧水 國民黨裡面如果有一些車 都會覺得侯友宜你到底在賓什麼 你也新北市長連能夠 現在有六個月 你也跟進步說一些 跟進步的事情 我跟各位講 侯友宜他的民調聲望會高 是因為他當新北市長 那新北市也沒犯什麼重要 不過侯友宜錯失了一個很大的 這一個機會就是他既然當了國民黨的這一個直轄 所有縣市的領頭羊 叫最強母雞 他又展現出一種格局 就是說外縣市的人說新北很好 就是說侯友宜是新北做得很好 大家都說新北做得很好 所以希望侯友宜來領導臺灣 領導中華民國 侯友宜不做出這些事情 跟我們說 比如說侯友宜在新北捷運 要去基隆 要去民生東路 什麼西東線 什麼基隆捷運 這些事情 侯友宜你做一個大哥 你就要出來說 好我新北犧牲一點 基隆台北投行 大家能夠北臺灣 能夠繁榮 什麼交通月票 大家都可以說 新北格局大 大都市 小國大城市 由我新北市來負責 大叫什麼 來掛出來之後 大家說 你看人家侯友宜多好 這個不計作新北市長 要讓他來做總統 問題是侯友宜沒有展現 這一種格局 所以這幾個月 他都非常的浪費 所以今天 國民黨中心會 提名這個立委 裡面有兩個指標人物 就是侯友宜 共的黑金 兩個指標人物 一個是 元寬恒 一個傅昆奇 結果傅昆奇最處理 傅昆奇 在現在人家的介紹 介紹說現在是華連線提名 傅昆奇立委 傅昆奇就在第一位 要唱過 跟朱立倫 每個都奪到錢 我很久 朱立倫就要唱 跟侯友眼前 眼睛直視前方 右手伸出去 撩一個 就過去了 像職棒明星人物 看著球名 撩一撩 撩過去 這樣 結果每一個都握手 然後呢 要打算的時候 每一個都會 把傅昆奇打算 因為朱立倫都會把 那些核酸人 譬如說 一些核酸人的牛來 把傅昆奇打算 結果朱立倫直接把傅昆奇 把傅昆奇打算旁邊 不把傅昆奇打算 因為差異不算 最後大合照的時候 只有兩個人 面穿很拍攝 不要騷擾侯友宜 一個叫陳玉珍 一個叫傅昆奇 這種心結 現在都還是存在嘛 所以對這個侯友宜來說 如果他正式被提名 來選總統的時候 侯友宜接下來 還是要面對國民黨 這些立委的候選人 在他嘴巴講出來說 這些黑金的候選人 他怎麼樣去處理 這也是侯友宜 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朱立倫的四套劇本 原則上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真的是以中國國民黨的勝利 為理念 無私無我 都是為國民黨好 這是一類 另外一類是 如果可以的話 為什麼不自己來 如果不可以自己來的話 出來選的人 也不要傷到我 但是來中堂會說 朱立倫一定跟郭 跟侯友宜講好了 第一 你不要跟郭台銘一樣 突然間 這個黃袍加深就說 我要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你千萬不能說 然後朱立倫說 你不說 我也不會說 我不會講四個關鍵字 我不會講徵召 也不會講唯一 這四個字我絕對不會講 我們就繼續營造這種 所謂的大和解 大團結的場面 我們今天就是提名 第一波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你只要舉手比賽 你只要拉著手 往上說團結加油 合作勝利就好了 其他人都不要講 果然今天郭台銘 今天這個侯友宜到了 中堂會有講什麼 什麼都沒有講 什麼都沒說 什麼都沒有講 但他有一招做得很漂亮 就是籃球裡面的 所謂的這個擋切傳球 當這個顏寬恆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侯友宜做什麼事 馬上一個原地轉向 把這個盧秀燕 推到他前面 然後巧妙的由盧秀燕 來跟顏寬恆握手 握完手之後 然後他又一個巧妙的 回到原地 然後顏寬恆再回 怎麼又變盧秀燕了 所以說從頭到尾 他就沒有跟顏寬恆握手寒暄 因為顏寬恆太嫩了 顏寬恆年輕 畢竟是年輕 太嫩了 你看人家傅昆奇多厲害 那是 傅昆奇的握手 簡直就如秋風扫落葉 從第一個 啪啪啪啪啪 握到侯友宜 連說都來不及的 你就握過了 可是侯友宜當時你講的呢 不要黑金覆辟 你跟誰握手 你跟誰加油 你這一次參加國民黨 中常會要通過 第一批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參選 你嘴巴所講的黑金 你怎麼不舉手說 我不同意徵召他 我不同意讓他來參選 你怎麼不講 就表示你妥協了 以前侯友宜之所以可以受到 非藍營選民的支持 就是侯友宜 不那麼像國民黨 我覺得這些什麼親誰親誰的這些人士 都到處方話 我只能這樣講 如果全台灣有一個矯情比賽的冠軍的話 你們這裡都第一名 你這個完完全就是一個矛盾的說法 我告訴你10分 侯友已經8分了 但是如果最後徵召過侯會團結之時 你不要給我騙 你那8分要集齊吃 也不會翻過來嗎 這是一個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光看 現在又什麼盡誰人士 又來了一個什麼累參選 累表態 對啊 又累參選又累表態 這個叫做什麼 你知道不倫不累搞得好累 如果今天都是這樣 郭台銘是跟你客氣 我是政治上的新手 你真的動人背心就對了 你是政治新手是不是 你當年這個因為年輕氣盛 所以把我國民黨罵一頓 你今天又要再回來 是你懷疑港元 所以現在換我玩你 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今天一大堆人都出來放話說 就是應該就是侯友宜了 我們現在只是在等 你現在真的把郭台銘當吃素的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是用這種心態 在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那你國民黨人對這件事情 要期待什麼嗎 就如果今天侯友宜 我其實覺得侯友宜 我知道他們的人 其實有擔心 你看他最近為什麼話越來越多了 為什麼開始講那些什麼3D 我一直很好奇 3D是多立體這樣 說那三句話 什麼兩岸怎樣 結果就馬上有人出來幫他吹捧 說你看你看侯友宜有論述了 那個3D也不就12個字而已 如果講12個字兩岸就可以解決 我跟你講馬英九大陸白去了 你搞12天 搞到你還到處去那邊 結果兩岸原來侯友宜三句話 12個字就可以把他給cancel掉 那你馬英九你們這些人搞什麼 朱立倫你們這些人搞兩岸搞什麼 我才不相信這種這麼空泛的東西有用 但是就被拿來包裝 所以我就講啊 如果有矯情比賽第一名這些放話 我們就回來看我認為侯友宜為什麼最近這一段時間 他的話開始變重 因為很簡單他有壓力 你的民調就是在調 你什麼事都沒做 你的民調就是在調 那如果你今天是說你民調調的原因是因為你沒有表態 我認為侯友宜現在更擔心另外一件事情 好啊我表態啊 結果你表態之後民調也沒上來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只好在那邊扭扭捏捏你知道嗎 就是要問什麼好像把那個格局拉到很高 我就講白一點嘛 你今天把那些把那些形容詞都拿掉 你告訴我他具體是什麼 所以如果國民黨真的就是說我今天就是要徵召侯友宜 老實講現在你徵召侯友宜最民正言順嘛 他民調還是最高 最少你這邊內部幾個看起來你還是最高啊 你何必說我再多幾個月 難道你只為了磨郭台銘的銳氣嗎 那郭台銘幹嘛就是被你們國民黨這樣 我不理解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放話的人 一切都是用這種方式嘛 他現在安撫郭台銘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我如果是郭台銘你這個方案給我安撫 你是給我 避民避兜 誰會接受這種安撫法嘛 你告訴我他安撫他的是什麼 我就完全無視於你的存在 我就是比較像這樣對不對 你完全無視他的存在 然後他講什麼 他就通通都忍處理 然後說郭台銘我相信到最後 因為你有講過喔 就算沒有徵召你 你也會團結喔 你是不是吃點人家講這句 那我就講你今天演這場戲 到底為了 我老實講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徵召侯友宜 你越拖到後面 到底對侯友宜有利還是不利嗎 你今天要拋出一些議題說什麼要耐打度 還是多耐打 侯友宜還沒被打 民調就開始掉了 他還沒參選耶 而且這有貓膩喔 這個郭台銘講的是說 如果我民調輸你 我願賭服輸嘛 那這個親喉人士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你去徵召了這個郭台銘 那你懂那個差別 他沒有提到民調啊 重點在民調吧 還有一個啦 最大的差別是郭台銘說他願賭服輸 他會支持 侯友宜這樣說嗎 侯友宜也沒有講 都是親什麼人親什麼人跑出來 也沒有一句話是從侯友宜嘴巴裡面突出啊 他真的在講就是守護台灣好好做事情 他們已經講了這些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其實老實說 對於國民黨來講 如果國民黨他今天要在這個階段 推出參選 其實不是為不是給我們交代 你知道嗎 跟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要到最後投票那天 才會投我的票嘛 他現在其實對於大家 對於這個所謂的國民黨的參選 到底有沒有出現 你知道最焦慮的 其實那些挺藍的人嘛 侯友宜最近最受到質疑的 不是民進黨的人說 你怎麼不出來 也不是民眾黨說你怎麼不出來 現在吹侯友宜出來 都是那些挺藍的 都是那些國民黨內 有話語權的人去講說 你黨中央這樣搞 然後東東都不回應都不出來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國民黨 所有的遊戲規則 只是拿來說 我們就已經心裡面 都認為就是侯友宜了 只是我們要再等 你要說服你的支持者 你的等的理由是什麼 我這兩天聽到一個更有趣的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葉元芝 他說侯友宜已經決定了 他現在不能夠表態說 他一定要開議之前就要出來選 但是他會幹嘛你知道 在議會的時候正面迎戰 就是他知道民進黨不會放過他 所以他會正面迎戰 只要有人挑戰 他就會正面迎戰 葉元芝聽聽就好了 何必搞這些 我都講嘛 如果今天要搞那個什麼 什麼人就是矯情的話 很多人這個說法都很怪 所以這不是一個選戰 我們認為一個合理跟邏輯的一個選戰 其實你現在推出參選或是怎樣 或你不推都沒有關係 可是最可怕的是 這邊我今天必須講 國民黨檯面上幾個 除了郭台銘自己站出來 用他的臉說 他當時年輕益生 他願意再進入這個遊戲規則 而且如果沒有閃上 他願意支持別人 只有他敢出面講這個話 你其他哪一個出來自己講過話 沒有呢 從黨主席什麼的 什麼總教練 總教練是誰說出來的 黃劍廷 也是你們周邊的人幫忙講 當事人自己有講過一句話嗎 你們都沒有說 所以我只能講 國民黨現在這一段 這次時間的這個亂 老實說你說真的 因為就出來放說 侯友宜已經八分了 接下來應該就是他 你覺得那些國民黨支持者 就會因此吃下定心丸嗎 如果有侯友宜的民調就回來了 他不敢表態 我大膽敢講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就算現在表態說他要選總統 民調也不會回來 我先講一下 最近有一些很好玩的名詞 什麼類表態類殘屑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 男女關係來形容 現在很像是 郭台銘跟侯怡 都在追個女生 郭台銘對女生說 我就是喜歡你 我就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跟我一起交往吧 直接直求對決 霸氣總裁一個形象 那後遺比較像什麼 後遺比較像是在這女生旁邊默默的 就說我們有個 可以共創一個美好的未來 然後用一些很曖昧的言辭 感覺好像有未來 但沒有表態說我喜歡你 你還不喜歡你 像有點像在做這樣的事情 感覺像個渣男 這怎麼會渣男 這是我們追女生 畢竟的曖昧過程 怎麼會渣男 但是我必須說 那曖昧過程當中 你就變成說 你要從很多的知智片語 去看一下 他的態度是什麼 那我覺得過去 為什麼是在表態呢 就是他的確過去言語 開始討論到國家的 還有一些國家 未來的一些話語 那明天是國民黨的中長會 那現在也傳出說 侯友宜明天會到中長會去裡面 因為他是第一波立委的提名 所以四個直轄市的縣市首長 然後侯友宜 蔣萬安 盧西瑞等等 會到現場 還有張三政等等 會到現場去 他要一起來助政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個很正常的一個畫面 一個國民黨中長會 去做的一個鋪排 但大家仔細去想 過去侯友宜 在這種國民黨的活動裡面 他參與的程度高不高 非常不高 其實非常不高 那明天假設他明天出席的 因為過去很多活動 希望他出席的時候 他其實經常是說 他公務很繁忙 然後請假 他明天出席的話 我覺得某種程度 大概代表說 他身體力行 告訴大家說 他對總統這個位置 他是有想像的 他願意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而且他也應該要去參加 當然他會有一個 宣誓性的效應 所以他現在透過動作方式 來展現說 他要不要選 當然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現在就不能直接 直求對決 很明顯就是議會質詢的問題 那他就想要規避議會質詢 但問題是 就我所知 新北市議會應該 他目前會期好像到六月下旬 表定這樣子 假設他等會期質詢結束之後 六月結束之後 難道七月才提名侯友宜嗎 我覺得太晚了 假設這次提名他的話 朱立委員主席今天都有講 過去國民黨有五月提名過 有六月提名過 他也說上一屆七月提名韓國瑜太晚了 包含黨中就認為說七月太晚的話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不太可能會拖到六月以後 而且甚至是不可能在新北市議會質詢完之後才提名候宜 換句話說 既然都要在質詢過程當中提名候宜的話 假設黨中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那不如早一點 那為什麼要早一點 你知道我們現在基層面對很強的一個焦慮感 原本差不多三月份左右的時候 是我們基層民眾很焦慮說 國民黨有一手好騎一手好牌 為什麼打到現在民調都落後了 原本理性賴清德 現在全部都落後賴清德 國民黨在搞什麼鬼 三月份二三月份是民眾焦慮 現在民眾不焦慮了 現在反而變成明代焦慮 現在民眾是心死了是嗎 沒有民眾有點 我再會解釋一下 有一點點心死 但不是因為心死不焦慮了 是各自歸位 那現在民代焦慮 為什麼民代焦慮 我還好我現在不是面臨選舉的人 現在要選立委的人 我們走到這個市場裡面 然後民眾就會說 委員你這是哪一個人 你支持侯友宜 還是郭台銘還是誰誰誰 你一旦表態之後 他就說沒有 我說假設我說我支持侯友宜 沒有我覺得郭台銘比較好 大家有點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那而且你會發現 民眾他反應很激烈 因為他現在有了郭台銘的 又有侯友宜的 甚至韓國瑜也出來了 大家會覺得我覺得誰誰不錯啊 當民眾各自歸位到每一個不同支持候選人底下的時候 這個撕裂是會越來越嚴重的 因為現在是個初選的競爭機制 我是支持郭台銘的人 我一定會去說侯友宜或是韓國瑜或其他人的比較不好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會加深彼此的對立 那你說主將呢沒有彼此的言語攻擊 但下面的人包含網軍側翼 各種各種梗圖出來之後 那個撕裂一定會越來越強啊 而這撕裂越來越強之後 把你把這個戰爭的時間 把它拖延說現在四月份 四月五月六月都給他們自己去打仗好了 到最後回頭回過頭來看 即便好你說侯友宜在八分好 侯友宜也真的爭到侯友宜了 你說郭台銘支持者會不會生氣 他一定不符啊 他只會想說你侯友宜憑什麼 那包含呢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哦 前一陣子國民黨中央的副秘書長說 韓國瑜現在拿入民調了 所以現在呢韓國瑜本人都沒出來哦 韓國瑜支持者跳出來說 在我的臉書上留言 在我們網路line裡面留言說 唯一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韓粉自發性的去支持韓國瑜 那我本來就支持韓國瑜 我會這樣做我覺得很正常 這國民黨高層自己答應的啊 對啊那所以換句話說 你接下來的民調過程裡面 侯友宜郭台銘韓國瑜都會有人回答的 那支持韓國瑜的人會不會稀釋掉 我不知道稀釋誰啦 侯友宜也有可能或郭台銘也有可能 當然也會影響到另外兩個 可能真的已經有表態或決定要參選人的 一個民調的結果 但最後還是要回來講 國民黨現在採用徵召式的民調 徵召式的方式哦 所以他的民調是內參試的民調 剛剛學友哥講 我們一直滾動式一直都來做哦 但最後呢怎麼樣去決定誰是候選人 最後這責任會放在我們黨主席朱立倫的手上 那他要怎麼去表態 他把民調的內容把他公佈嗎 我覺得基本上可能不會 為什麼 我們舉例來說 上一次桃園市長的徵召 我們一開始有羅志強 一開始有羅明哲 呂玲林等等等等 那當時羅志強的民調看起來比較高 最後找張三正過來 當時黨中央沒有說 張三正民調是最高的哦 黨中央只說了張三正他們認為是會贏的人哦 然後我徵召張三正 我自負這個選敗的這個成功成敗責任 那這個時候一樣嘛 總統的大選一樣 最後不管是侯友宜還是郭台銘 黨中央只要跳出來說我這招侯友宜好了 那你民調要不要拿出來 如果你不拿出來的話 郭台銘支持者也會說 啊那你這樣子是不是黑箱 你是不是一開始就是決定要侯友宜了 你就是要耍郭台銘嘛 這個很麻煩哦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頭最痛的 大家不要覺得說 很多來贏的支持者都說 朱立倫搞什麼 你是不是私心自用幹嘛 我要跟各位講 現在最頭痛的應該是朱立倫哦 因為他到最後 他不管提名哪一個候選人哦 他都里外不是的 所以他到最後我覺得他基本上 他的壓力很大 這不是他自己搞出來的嗎 現在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會覺得哦 他決定要用徵兆不用初選 基本上他就已經決定把這個責任 放在手上放在肩膀上 但是我還是要講哦 朱立倫雖然我知道藍營很多支持者 對他的觀感來說 可能沒那麼支持哦 但老實講朱立倫主行 在這幾個月 包含上一次選舉到現在 他做的決定 大致上我都覺得是合理的哦 而且到最後最後成果 也看起來都是成功的哦 所以當然你說 從國民黨的民代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朱立倫他當然有 他所謂提名的智慧 而這智慧也是導致 為什麼會有什麼直信啊 戰鬥力啊 這些搞不清楚的狀況 所謂的戰鬥力跟這種直信 跟耐打度哦 就是朱立倫本人覺得說 他到底會不會贏 他是不是一個除了民調之外 客觀最容易綜合罪 可能贏的機會 而當他提名誰之後 老實講這是他的決定權 或許反對者會跳起來 這個群哥的抗議哦 但這就是朱立倫 他的他的遊戲規則 他就這樣制定 他就為了提名權啊 所以最後老實講 與其都會有爭議啦 我就覺得趕快提早的 把這個人弄出來 不管侯友也好 不管郭台銘也好 誰想要選 誰現在最強的 你覺得你現在已經決定要誰了 不用再等了 你等月9號 只是讓民進黨更多見縫插針的機會 涵粉都拒絕摸頭 涵粉才幾個人啦 說實在外 我們看那天 鋼山的招數 4月24號有多少人到現場嗎 對不對 好了 那剛才講說 鄭召侯友宇現在定案 我在節目上已經早就講過好多遍了啦 大概就是侯友宇的 沒有變數了啦 而且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講說他們到底依據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個之前不是講說 內參民調他不公布 其實民調早就做做完告一個段落 他已經做完告一個段落了 那接下來會不會做不知道 因為說實在話之前做的民調 從三月就開始做 做的民調的話 好像至少做了三輪了吧 出來的民調都是侯友宇都贏 那個郭台銘大概七到八%有吧 那為什麼說之前會贏那麼多 所以民調已經告一個段落 所以郭台銘他自己也很清楚說 你在做民調的過程之中 所以他才會去訪美訪日 他就是我昨天也講過 他就是要創造一個聲勢 希望說在民調的時候能夠比他高 可是說實在話 現在在做民調已經不準了 因為我告訴你說 我現在要做民調 現在做民調 現在做民調怎麼會準 大家接到民進黨接到 一定灌郭台銘嘛 對不對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我就說 這個這個民調大概已經告一個段落 那我想說他的徵招 他就說做民調不公開 當然不會公開 因為已經做完了 因為在之前就已經做了 那接下來你說 他有考量 經過內部綜合評估 我就講過說 所謂的綜合評估就是什麼 徵詢徵招嘛 那徵詢誰 徵詢就是所有的執政縣市的縣市長嘛 還有立法院裡面的立委嘛 對不對 雖然陳毅臻想說 立委沒有沒有沒有絕大多 大部分都是支持侯友宇 那表示陳毅臻可能沒被諮詢到 他諮詢大部分 真的是有諮詢立委這一層級 那是重要選區的議員也被徵詢到 我昨天就講了這很簡單 就是從你的選區 從支持者的名利 從底層的條下開始問 問說你這個選區的時候 那就是漁情漁情探討嘛 我就真的 因為我一個候選人 我一個當選的一個議員 一個立委 下去裡面面對的就是這些人 是我藍營的支持者 我去問他們說你們支持誰 這才有意義啊 對不對 如果沒收你問一段路人吃路人魚 你怎麼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個黨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他們所謂的徵詢 綜合評估就是從這邊問出來的 而且說實在話 侯友宇其實早就已經開始在準備 很多動作了 之前人家講說 你看為什麼只有新北市的里長 新北市什麼東西 我一直在強調說侯友宇 因為之前他還沒有確定是徵召他 所以他那個時候如果出來喊的話 難免會被遇到攻擊 我等一下再講攻擊這一塊 那其實他之前其實侯友宇 為什麼他我說他有在動 包括二零一八年那一次的那個新北市 他第一次參選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所能夠動員的 就是所謂的旅北同鄉會 旅雙北同鄉會 那個時候是彰化雲林嘉義 三個同鄉會的會長 全部前例挺侯友宇 而且那個時候侯友宇是什麼 利用什麼退警協會 就是退休警察人員總會 跟跟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警卷系統有沒有 開始下去就是開始動員 你不要你不要低估這個 臺灣現在警察有所謂的八萬大軍 當然沒有那麼多啦 但是也有六七萬 那你說退警更多 退警大概多少人 最沒有二三十萬有吧 那你如果再加上警卷 再加上去的話一百多萬人嘛 而且這些警察退休警察的話 蓋很多民間企業 民間團體的話 都是擔任要職 所以我再跟你講說 這個退警協會總會如果下去的話 這個警政同鄉會 警政系統回去的話 所以接下來的話 他們會慢慢的在侯友宇 確定徵召召之後有沒有 他們會做一個招式大會啊 所以跟你講說這個接下來 接下來的民調 我猜侯友宇他會慢慢的回穩 不會像現在是一直一直往下 對而且他掉到那邊 他的樓地板已經看到了嘛 二十幾的時候 他掉到二十五左右 二十三二十四 二五這個地方 已經是他的樓地板 不會再往下掉 所以接下來 如果定於一尊的話 他會往上 那我想說現在開始 其實我之前一直在節目上強調說 不要問說誰耐不耐打 誰能夠接受檢驗 誰什麼一大堆有的 沒的 你只要看民進黨 覺得誰比較好打 這就是重點啊 對不對 你看民進黨現在的策略 已經很清楚了嘛 到現在侯友宇都還沒定於一尊 對不對 他們民進黨現在的 策略就是已經 對手策略就是把他分成 兵分兩路 一路很簡單 就是要把侯友宇打成草包 你就是國政論述 兩岸美中台關係 國際論述 這個東西你要拿出來 對不對 就一直打 打的時候 他只要一開口 你看 要不要說說 要提提求 不知道你提什麼對不對 所以就要把他打成倒包嘛 你就不懂了兩岸國際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什麼 就開始打他落跑 現在新北市議會 現在的那個民進黨團 就開始講說 你侯友宇你看 市長不好做 你跑去選總統對不對 而且現在民進黨現在 那個張志豪也出來發表意見 他還講說 穿蠔要怎麼樣 好好上班 不要想著滿腦子想上場 第二個是好好讀書 什麼二愛七七人 都講得比你好 好好做人 不要整天欺負朱立倫 對不對 那很簡單嘛 這個就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能問了分話 可是我就很想問一件事情說 侯友宇還沒有爭招 還沒有確定是他 對不對 那你們之前不是在一直說 郭台銘出來跟侯友宇拚嗎 那現在都還沒好啊 他只是講了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覺得你看對手很害怕 已經開始 說要穿這麼大堆的在等你 對不對 吃七飯等你 開始把你收你開始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之前包括葉元智也講過 他如果在新北市議會接受質詢 總質詢的時候 那一定用電給他體無完膚嘛 那不過侯友宇有講過 這個這個我可以講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就一一拆招嘛 見招拆招來什麼就接什麼 這個很簡單嘛 而且國民黨現在 站在朱立倫的角色的話 他是南外必先安捏 所以安內的話是怎麼安 你看現在開始說郭台銘背耍 其實郭台銘不是背耍 是郭台銘太天真 我之前就已經講到過 他真的是政治的小白兔 對不對 那已經跟你講得很明顯 問題是你自己要撞進來 進行朱立倫 郭台銘 不是你們已經講好了 就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講好了 就是侯友宇了 那時候還沒講好 你去連署你的 我跟你講那時候還沒講好 那時候他就告訴你說 我要做一個內參民調 而且郭台銘也不都是誰告訴他 傳達他的消息 就是說這個內參民調很重要 所以他才會出來講 全民徵召 全民調啊 他一直發發大聲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 就沒有 國民黨也自己說 他有內參民調啊 條件一大堆 又不是主要依據 他只是告訴說 檢驗耐不耐打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對不對 我之前在節目不是說過了 國民黨的辦法就是沒有辦法啦 不是的 就是郭台銘 你之前不是叫我給你指教 問題是你為什麼不看突發起想 我這個節目一直替你插頭 你都沒聽啊 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了 那個民調 內參民調就沒有這件事 有的民調都 我就告訴你 民調做到現在已經到一段 三月就開始做了啦 所以都怪郭台銘太天真了 我就說不知道 誰給他傳達那個錯誤的消息 那沒關係啦 那個朱立倫說實在話 他就是要跟你說 郭台銘他以後會重用他 因為他是經濟科技的長才嘛 像陳玉珍也講了啊 最好的CEO 企業領袖嘛 反正郭台銘你真的有厲害 你如果在這一番洗禮過後的話 如果真的國民黨重回執政 搞不好你就行政院長 對不對 不可能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下指導 他一個台灣手部 幹嘛出來當行政院長 對嘛 可是我說實在話 你說實在郭台銘是不是沒有經過 那個選舉的洗禮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真的是你就一廂情願 很多事情 人家只是有一些政治語言 你如果懂的話 你就聽得出來 朱立倫之前已經提醒你很多次 對不對 一直發菲力聯盟 菲力聯盟就是要給你招安 你不要怪郭台銘 那很多看官員都聽不出來啊 不是 那就是要跟你收頭 我不是這樣說 那就是要收頭 要收得好洗好洗 不然今天郭台銘 早期跟他連署 對不對 這個連署一搞的話 我搞一兩個月的話 你說實在守著眼光 媒體注目焦點 都抓到郭台銘身上嘛 你如果跑去跟郭文哲 兩個人一起給我聯手 啊不然就在國民黨來講的話 就輸一冠意啊 那就算 對不對 到時候徵招洗也沒用 洗也沒救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 不是再次被刷啊 是他安撫你 這個就是政治手環 對不對 而且我疏到你 開心 對不對 你看郭台銘 現在是不是開心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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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他說一次回來 還要開記者會 還要好好打一看 沒有啦 他現在開裡面 人家就告訴你說 你又第二度輸不起 對不對 你二零一一九年 那個時候不是輸不起一次的嗎 二零一八那時候 二零一九啦 二零二零二零那一次選舉 你輸不起一次啦 這次你又開記者會 說也國民黨 說也好友誼 我就跟你說 人家就說 你真的你出去 不要在那裡台灣 輸不起嘛 對不對 願賭服輸啊 對不對 不然就自己去連署 你至少要告訴他 他輸在哪裡 他還沒有賭就輸了 他不是願賭服輸 還沒有賭就輸了 因為不是 因為內參民調都做完了嘛 還沒做完啦 還沒做完 我說還會繼續做 到一個終結嘛 之前做的民調 他就數字攤出來給你看嘛 你郭台銘也有做 你自己很清楚啊 看得出來 應該是會給侯友誼啦 應該是會給侯友誼嘛 你注意看 他說我們三月準備好 其實朱立倫所說的三月準備好了 是跟大家都談好了 要徵召啦 那大家談的時候 你去問了立法院黨團 或是縣市首長 私底下在徵詢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都是支持侯友誼的嘛 所以他三月在那邊問了半天嘛 然後後面當然 郭台銘人在日本嘛 看他從日本回來怎麼講嘛 因為坦白說一句話 郭台銘 郭台銘大家都說什麼公平 他都還沒入門 他還在門外 他還在門外 第一個他在門外 第二個四年前韓本的恩恩怨怨還沒有解決 還沒有解決 他跟國民黨道歉 還沒有跟韓國瑜道歉 那看看禮拜一 韓國瑜的市府團隊會聚會嗎 看看會不會 看看會不會有談到什麼事情吧 那他們聚會嘛 大概應該會問一下嘛 包括四月二十二號 岡山韓本是不是真的聚集 當然你說後面這些恩恩怨怨 等到提完民意以後 其實看大家的態度嘛 你說如果韓國瑜陪著侯友誼跑全省呢 那韓本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一半嘛 那至於說國家認同的問題 剛才定語也說啦 你看十二號中指揮公告的時候 正式提名賴慶德講清楚 那我們就等侯友誼正式提名講清楚嘛 現階段 現階段我也覺得 如果說是大家以同等的地位 那就提名的時候 那你就要正式說清楚 你不能再閃 正式提名就要說清楚了 你的國家定位 你的國家治理 你的很多的重要事項 你提名那一刻 就必須說清楚了 那什麼好好做事情什麼 那一套已經沒什麼用了啦 那人民人民不會接受啦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啦 目前為止傾向於 徵召侯友誼的方向 是相對明確啦 當然你注意看嘛 當然說徵召 其實也不用說了 說徵召郭台銘自己想像民調嘛 自己想像民調 如果大家都想徵召一定會民調嘛 誰曉得朱立倫會搞什麼 什麼那一大堆 什麼一大堆搞這些 民調是最相對客觀啦 我不能說絕對客觀 他是相對客觀嘛 就民調做完攤出來 你贏5%你就贏嘛 四個標準 四個標準相對客觀的標準嘛 因為大家講好 如果我們大家講好 三家座做出來平一平就出來了嘛 你加上什麼耐打度 爭議性什麼一大堆 那個變成主觀標準嘛 主觀標準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民調國也沒贏啊 沒有主觀的標準的目的是什麼 我朱立倫是老大 我決定 因為客觀標準三家民調出來 誰贏誰的話 那你們講好三家 那我朱立倫就是沒事的人啊 因為做出來就決定了 朱立倫就告訴大家說 這我決定就好了 對所以後面要加這麼多 我又不好意思講 所以我加這麼多條件 就告訴你 我加這麼多主觀的條件是我決定 那為什麼你要加這麼多主觀條件 你決定的時間又不定 內容又不定了 所以大家會說 朱立倫你是在等著談條件嗎 所以才會有各種的傳聞嗎 這些傳聞會來 那當然朱立倫要去承受啊 因為你什麼都不講清楚啊 然後你又搞這麼多的標準 你又要主導 然後又這麼含含混混 所以大家在猜會不會有內線交易的問題嗎 剛剛大家討論就覺得 國民黨怎麼選制這麼混亂 是混亂啊 不混亂嗎 但對我而言是波雲見日 真的嗎 台語有一句話叫 常常看 看久就一條線 為什麼呢 因為 哪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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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 我們時間到OK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朱立倫其實在幾天前就已經講了 他說三月 其實是三月 我剛剛又查了一次 是三月 會完成黨內的整合 四月初正在進行藍營的整合 五月要進行倍率的整合 所以按照朱立倫 包括今天黃劍體是這樣講 三月就是黨內就確定 然後用徵召 然後是徵召侯友營 可是問題是 還有一個 三月就確定了 對 三月確定嘛 但是還有一個 三月二十二號他親口講的啊 徵召啊 但是沒有講是侯友營嘛 但是他後來是說是 贏確定是侯友營嘛 那四月的話要整合跟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現在還不是我們黨內的 他沒有黨籍 但他算是我們藍營的 那跟郭台銘整合好之後呢 他說下一個階段就比較困難 就是要去跟民眾黨談 但是比較困難 但是要去做 所以現在幾月 現在四月嘛 所以現在在幹嘛 現在正在整合郭台銘 就是在進行這件事情嘛 所以目前對我們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郭猴之爭 那當然我覺得郭台銘自己也很清楚嘛 現在我們黨黨內是 很明確是要侯友營 所以郭台銘他要能夠證明說 他真的比侯友營厲害很多啊 所以我們才有可能會 捨棄我們自己人不要啊 去徵召你郭台銘啊 所以這本來就 這本就不是不公平的 因為你就不是我們黨的嘛 所以那你說很多人在幫他叫區啦 郭台銘好可憐被騙 郭台銘自己沒叫區 都沒有問題 因為郭台銘他自己清楚嘛 他的機率機會不高 可能只有5% 10% 我相信他自己也清楚 可是郭台銘不是一般人啊 郭台銘是手握紅海帝國的人 從小白手起家 然後從一個傳統產業 做到跨國企業的人 他認為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事啊 他最喜歡的歌就是 我的未來不是夢啊 所以他現在是5% 但是沒多久會變50% 80% 他心裡是這樣子想的嘛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好國民黨你只要給我一個機會 我都願意試試看嘛 所以上個禮拜他才會說 現在是用民調來決定徵召 所以請大家聽到電話 唯一支持郭台銘 可是他一這樣講 我們國民黨黨內 大家就很緊張啊 馬上跟媒體說 沒沒沒 這回事 我們還會耐打度 爭議 還會綜合評估 還會直化分析 其實這個就是去平衡 郭台銘自己在那邊講了什麼 會用民調來決定 所以很清楚就是 黨內是要用侯友宜 那郭台銘他有機會 除非他可以證明 他的民調贏侯友宜很多 然後經過直化分析之後 覺得他真的當時的社會氛圍 覺得非郭不可 只有郭可以贏的話 那我覺得會爭到郭台銘 可是我認為這個機會 大概是5% 10%左右 還有5% 10% 差不多 那就看郭台銘自己 厲不厲害 能不能把5%變成50% 所以你看最近大家就 要觀察就是郭猴之爭 今天郭台銘現在人在日本 我看他今天下午發了一個臉書 我覺得他就是直指侯友宜 他說他在日本 有一個OpenAI的執行長 San 前腳才剛離開日本 然後他就跟San 怎麼理念多接近 就講一些不相關的話 你是有遇到San嗎 你又沒遇到 你硬去扯說San前腳才離開幹嘛 其實他在暗酸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現在不是被綠營貼標籤 說是HoHo GPT OpenAI就是Chap GPT的母公司 然後他就是故意用這個去酸侯友宜 好像被人家貼標籤說是機器人 AI機器人 說我的格局不一樣 你看我跟San看法都一樣 我是跨國格局的人 不像你侯友宜 他確實是跨國格局的人 是啊 但是他沒事提這個幹嘛 我覺得他就是故意在針對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真的是GPT 也沒有啦 我覺得那是他現在還沒成為 但是郭台銘也不知道 其實現在的彈藥也是高科技 所以他現在還沒有成為候選人 所以他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個民進黨就講說什麼 哪有人是這樣子整合 其實以前他們台北市長 那時候後來推柯P也是這樣 先有顧力雄 顧力雄出來之後才去跟柯P整合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各黨自己想辦法推出自己最強的就好 那至於說我覺得後遺的問題就是說 剛剛我講了 就是說他會被人家認為是GPT 就比較放不開 可是我認為他們 他現在幕僚都已經有跟他建議了 就不要那麼放不開 我都知道你是公務人員 你公務人員有時候就覺得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沒有 那不管你的事不要講 還沒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話不要太多 但是這樣不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現在已經把他當作 總統候選人在打了嘛 你看最近新北市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 每天都在那邊放消息在罵他 一下說他不敢進議會啦 說要什麼壓縮什麼民進黨議員監督 質詢時間 以下說什麼侯友宜的幕僚 叫侯友宜辭職啦 因為這樣才不用記憶會 這全部亂講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怎麼可能會辭職 侯友宜如果辭職的話 民進黨就派代理 還沒選上總統 現在三個月內要重選 重選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直接民進黨就直接派 先代理啦 侯友宜到時候如果請假參選的話 或者是去參選 這腹背受體 他一方面民進黨會打他總統認數 另外一方面又打他新北市政 如果他辭職了 那腹背受敵耶 你就變成新北市政府裡面的人 直接搞他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都不可能會辭職 那也不可能不面對議會監督 因為這樣子又會給民進黨一個畫餅 可是民進黨議員就每天都這樣亂講 每天都亂講 然後那我覺得這樣怎麼辦呢 正面對決啊 你現在會讓人家覺得 沒有那種藍軍領頭羊氣勢嘛 到時候民進黨議員在議會 如果罵你你就罵回去啊 之前他也跟何柏惟也是這樣 何柏惟質疑他不愛國啊 他說那你有拿過牆嗎 那那個影片就在網路上 就大家很多認同嘛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侯友宜會展現 那種比較強的氣勢 那他現在都跟郭台銘比 如果侯友宜的民調跟郭台銘 差不多我覺得會徵召侯友宜 那郭台銘如果贏 侯友宜很多 然後整個社會氛圍覺得非郭不可的話 我覺得就是郭台銘 但機會比較低 你們市議會的議程會不會變更 我覺得不會